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结构 把这个气缸导过来 打开之后2015版的有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它这个右左下角会有一个你可以旋转它的轴啊 比如说你歪轴啊 我们就默认的还是按照刚才的一个是轴 还是默认的不动啊 飞轴 变速的方向 点一下就可以了 2015版有很多新的功能啊 我们后面会跟他用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链轮啊 链轮 这里我们看一下 这里有齿轮 齿轮跟链轮不一样啊 那不在 2015版呢 你选择这个齿轮的时候呢 嗯 可以直接在这个电脑里 直接输入你想要的齿轮的参数 就可以自动出版 而2015版以下的版本呢 它 非常的麻烦啊 汇数线表格 然后一大堆烂七八糟的东西 所以 啊 没有没有2015版以下的东西好弄 啊 这里只是跟他提一下 提下 我们在这里啊 来看一下 到底怎么样的去做 比如说我们选择 选择这个 工具和 在工具和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 一个齿轮啊 比如说你选择国标 啊 我们选择国标 啊 国标这里有 啊 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选择 这是什么 刚才我们看到什么传动 动力传动啊 动力传动 齿轮这一块 啊 它也有 啊 比如说你要选择螺响齿轮 还是正齿轮 直齿轮 还是我们选择 正齿轮 啊 要把正齿轮拖过去啊 那么他 左侧会出现一个表格啊 会出现一个表格 把这个重新生成一个新零件吧 啊 这是零件的配号 就出来了 然后呢 然后呢 你可以在这里选择哈 配置零部件的磨速 比如说你要 两磨啊 然后齿速 25尺 它自己可以自动的跟你跟你搞 然后压力较20面团多少啊 多少多少 全部搞好了 那么你这个 你这个 这个 齿轮就出来了 很方便啊 比如我们别的软件 相对来说 要 要好很多 哎 刚才我们那个 张配体 不要在张配体里这样搞 而是在 新零件里搞啊 再来 再来给他改 搞一下 就是说 你直接 文件新建一个 啊 新零件 然后在这个新零件里 你 选择你的正齿轮 然后把正齿轮拖过来 然后是否 建立一个派生零部件 是啊 是的时候呢 然后点一下 然后接下来 就点编辑特征 不是 不是这样 关键了 关 这 正齐 啊 这样的 突过来 哎 啊 右击生产零件 生产零件之后 然后在这里选你想要的参数 就可以了 这样子就 不得到 然后你在保存下就出来了 你的右击生产零件 先建一下装备乱扯啊 谁大堆 不要乱扯 不喜欢说这种乱扯的话 啊 哎 刚才在录的时候 啊 对 是这个格式啊 嗯 打开 一盘 因为我们要使用的是 起链的 所以这里 不能 找错的位置 好 转一下 好 转好之后呢 这个呢 直接连接一个 连接一个轴 连接出一个轴出来 好 这个是轮母 所以我们这个轴的大概是用40 啊 直径40或直径30 这是多少钢线 看一下他这个 他这个 测量一下 他这个是多少 而直径20 我们要接近至少是30的 啊31 并没有5毫米 不行 我们要 啊 40 直径40毫米的轴 啊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怎么样去做 因为你这个东西要连接轴 你不方便直接在这个 图上操作的 啊 你可以直接文件新建一个 然后呢 你直接 拉伸实体 然后在这个地方 你画一个轴 出来 我们先 把40 放上去 看一下 他到底比 对不对 啊 其实有很多做东西 都是看比例的 拉伸啊 长度呢 我们为 啊 200 啊 先做一个200来看一下 啊 40的200 哇 好 好了 然后 在接下来在中间打一个软孔 啊 就直接在这里 切除 这里呢 我们要公牙的 啊 你要记得他这个 这个牙 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我们在做 轻钢在选行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 是M多少牙 是细牙还是 出牙 这非常方便是细牙 就牙往往切钢 我们在细牙的啊 M20 什么1.5啊 啊 这种方式 然后我们普通的M20 可能就是 牙区就不适应 就是说 来注意一下这一点 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 在他的中间 把一个 那么20的牙 可以 这里呢 因为我 因为我们 我们这里是 操作的时候 还是软主 所以我们不能用 直接插入孔的方式 啊 这里改成20 改20之后 我们把它 弯穿它 啊 然后切除 完全关穿 翻下2 也是完全关穿 完全关穿之后 放在进来 你会发现这个比例有点不对啊 对不对啊 所以呢 你这个 轴啊 没必要那么粗啊 轴的粗细 你可以把它重新的改一下 这个粗细改成30 可以了 改成30之后 然后我们再把它保存起来 起来 好了 保存到我们 电脑的 2016年的 零件 是叫做 轴吧 在我们命名字的时候 最好要以 你这个 这个机器的名称来作为 一个 命名 这样呢 以后就不会避免 比如说你这个台 电脑可能你存在那个盘有很多名字叫轴 如果你后面你没有写 这个 气缸式升降机用的这个 这个轴 这个名称不一样 那么可能会出现把别的一个 一个设备的 一个名字 会把它 替换到这个 零件来 所以会出现一些乱的东西 好 所以这也是一些经验来的 大家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在这里插入 我们想要的轴就可以了 所有文件 这我们配合的时候呢 把这个边和这个边配合一下 然后呢 然后就是 接下来我们在两侧 装配 两个 链轮 这个链轮呢 我们采用多大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 因为你如果要沉重 沉重 大概200斤 200斤 的东西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 这个链轮 选择的时候 我们要去考虑一下 这是一个沉重的问题 这宽度是94 就是它的94 我们记得这个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是看 使用 多大的链条 多大的链条 这链条 在这里 有 有很多种 这有很多种 但是如果你要考虑到 200斤的东西 那么你这链条在选择的时候呢 不一 过小 比如说有人就写 三分 三分有点小 虽然它 沉重方面呢 是问题不大 但是你要考虑到这个 如果如果长时间呢 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断的这种情况 三分的链条 这个有一个拉伸的核载 多少牛 多少牛 多少千牛 因为这里有一些经验的知识 这里我们就使用五分的链条 五分的链条 就是五分的链条 这一个 好 我们再打开 打开这个 你听你的链 链 显示软件 链 在这里选择链条的时候 我们找到 链条 然后呢 链轮 链轮找 50 好 50 就这两个 就在这里 那么这里是链轮 这两个 好 就找这个 这个啦 然后呢 我们刚才记得这个 轻钢是94 对不对 好 我们放大一点 看这个 D0 也就是说你的 D0的位置 至少 应该说是 DP的位置 至少要 超过 54 才行 超过54才行 而且你两边都要空的多一些 要空的多 你可以你可以画一个这样的图出来哈 那我们刚才给他画了 我七缸在底座 我要我这个轮子我在这里 那我这边和这边我要过东西 所以我这个宽度呢 至少要有一百 一百五 一百五的位置 所以你留一个这样的宽度 所以你这个呢 你这个链条 链轮 的选择就大概有一个范围了 比如说我们的 尺数 尺数如果你选的 D0在一百 尺数 一百五的位置 我们刚才是一百五的位置 所以至少是二十八尺 我们这里写的整数三十尺 三十尺 就可以了 啊 就是 分辨条 三十尺 总宽度是多少 总宽度 L L长度是二十八 你可以自己在这里改 但是这里 这里不能改 好像他已经是标准见了 你可以按这个出图 出来之后你把这个长度改一下 或者你在 标准里面再 增长 增长它 好待会我们来看一下什么 增长 好把它 选入 选入之后你 然后呢你再把这个链条也相对应的也把它 搞出来 好五分链条链条的长速你选择一百 结束 一百 啊 先选择 这里的距离是多少 距离 就是15 15 如果你选择 选择 选择 的话 那你这个长度就是多少 这是算16 也就是 16 1600 1600 太长了 这是16 16 12 上升 400 上升400 这里大概 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你这个呢 当你这个上升 的时候 你上升 这里很重要的 给大家提一下 你上升多少呢 上升 比如说你上升100毫米 那么实际上它走了多少 这样它走了200毫米 200毫米 因为这是圆的 这是圆的 而这个呢 是直线 这个也要注意 我们在这里 写 写 结束 30节 先写30节再说 我们把 输出文件 翻地和声 然后关掉 关掉之后呢 我们把链能打开 应该 应该是所有 所有文件 找到链人 这两个都打开算了 好 我们接下来的这几节课程呢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 结束也 也大约是在 10节以上 10节以上的 一个范围 所以 所以呢 啊 希望 如果 在讲过程当中 如果有些 疑问不懂的问题呢 啊 可以随时 连续我的手机 136 5027 3234 我是 黄安达 但是因为我本人的文化水平有限 所以我在讲课的时候呢 难免会出现一些 呃 语言不顺的啊 或者说 语句不通的这种东西 因为 可能 就是自己随口这样的说出来的吧 就这样子的 我把自己工作当中的应用 来 讲给 分享一下 就可以了 两个 嗯 两个都是脸条吗 这是什么 我这个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名字叫 CHE50-3 保存 然后呢 再关一下 看看链轮 明明刚才保 这个是链轮啊 嗯 啊 没打开呀 重新打开一下 刚才打开的是 35的 错了 自己刚说了 还有一个 还有一段 就值得 好 如果你输出来就是std这种格式 那么他会问你输入整转吗 不整转也可以 整转也可以 那最好就是不整转 为什么整转他会很慢的啊 他会把你 变成变成一些 啊 拉伸的曲线啊 草获啊 什么都 变得很详细 不不不 不整断 也是一样的 同样的可以 把它进行拉伸啊 你说你这个链条的宽度 你要记得 我们在这个 5分链条的时候 它的一个 宽度啊 这个的宽度 是 b1 b1是多少 你要去找一下 这里的 是9.4啊 9.4那么他这个呢就可能就在9.4以下啊 比如说8啊 这种约这种一个范围 看一下是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这样子的话 那 那就 8.7 OK 他就是8.7那么我们按照这个8.7的这个尺寸 我们觉得这个 他这个 地方啊 可能有一点 不是你想要的位置 另外一个我们 我们 我们想一下 试想一下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结构 等我上来 他也跟着滑动 所以这个地方呢 是什么 是 转动的 也就是说他中间这个是要 进行一个轴层的 要连接直线轴层的 是吧 是不是连接直线轴层 好如果连接直线轴层 那这个地方就不要了 好 再说我们这个宽度好像连接直线轴层不太合适 所以我们这个要进行二次的修改 二次修改 连接这个直线轴层 多少呢 我们要打开直线轴层 不是直线轴层 说错了 是深勾球 它的一个 一个 表格 打开这样的一个表格 刚才说 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这就叫声歌就做成 这就叫声歌就做成 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